走 高尔凡 你送他进去 我处理点事情 是 小陆总 你去哪儿啊 高尔凡 唐娥姐 你别动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你就对我负责 我万一怎么着了 我对你负责 我手都断了 你要是敢走 我就不让我爸给你投票 吵死了 你 陆花 你等一下 来 推我 怎么了 你就是腿也断了 我不管 你推我 我看你这脑子 也伤着了是吧 你推不推我 你要是不推我的话 我就不让我爸爸 给你投票 知道了 知道了 你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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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口闭口一个你爸 你爸 你爸 要不这样吧 我直接推你去儿科怎么样 好了 知道了 唐萍萍大小姐 我现在推你去挂号缴费 行了吧 这也差不多 那好了 可以了 是吗 可以了 好 谢谢啊 来 让我看看 我好疼啊 小姐 我还没碰你 我只是检查一下 看看你需不需要拍片 我击买 我不是 你是不是实习医生 你把你们专业的找来 把你们院长叫来 我要院长给我看 小姐 你要再这么瞎胡闹 那我只好叫保安 请你出去了 我要看病 我生病了 我举出正当要求 我怎么就胡闹了呢 这位小姐 你们医院也太过分了 这位小姐 这里是急诊室 请你不要妨碍医生救治病人 我没有啊 请你向这位医生道歉 对不起啊 请你站起来 不要浪费医疗资源 谢谢令主任 那你还治吗 那你家属呢 家属来了吗 不好意思啊 医生们 我们家这个孩子呢 从小就智商不太高 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没事 看出来了 我 你干嘛去啊 我有事 你得对我负责 你干嘛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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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